紫禁城内一座石桥上的狮子 怎么就竟敢爬到了龙的头上呢 这些建造断红桥的石匠们 会不会因此而掉了脑袋呢 您好 我是昆仑炉石 紫禁城的前朝 东西两侧呀 一边是五英殿 一边呢 是文元阁 您到五英殿的门前呢 就会看到有一弯细水从门前流过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内津水河 日下旧文考中记载 白湖水为御河 出御前山 经大内 出城入通汇河 这条流经紫禁城的小河呀 也许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最短的河 全长呢 也无非只有两千多米 它是这紫禁城的唯美水景 也是皇宫重要的消防设施 更是这六百多年的弓箭群 对五行中水完美的诠释 在内津水河上有十四座桥 其中十三座呀 都是桥在水上 有水才建的桥 只有这太和殿和五英殿之间的断红桥 它最显高贵 从水的流向上看呢 我们很明显就能感觉到 这一道清水呀 是为了寻找这座小桥而来 在五英殿前呢 河水涓涓的还自西向东流着 到了这里呢 河水却突然向北 从断红桥下流过 好像是水和桥早已经约定好了 就在此处相逢 没错 这座断红桥啊 它始建于元代 比这座宫殿这条小河 还要古老的多 单孔汉白玉的石桥 长呢 六丈 宽有三丈多 中间收腰 两边呢 呈喇叭口罩 这座桥啊 是元代大都城 玉路上的石桥 在元代呢 它也并不叫这个名字 据元代的史料记载啊 这里有周桥三红 这便是其中的一座 在断红桥 蓝板的两端啊 都分别雕有靠寿 在蓝板上 有龙纹装饰 这些龙啊 明显区别以紫禁城内 其他的龙纹 这些龙所表现的 并不是龙腾四海 行云不语 他们都游异在牡丹 勺药 葵花组成的花团中 前面的引龙呢 回头张望自己的伙伴 后边的游龙 紧紧跟随其后 这种异兽穿花的造型 在我看来 远比海水江崖的龙纹 要有趣的多 元代的石刻 那个刀法 还是比较犀利的 都是见能见脚的 和这明清呢 有明显的区别 龙身舒展啊 龙头也是比较瘦 而这比较生活化 这些龙都在这七花一草 当中穿梭游艺 没有那么威严 没有那么重的压迫感 蓝板上蹲啊 两侧各有石枝望柱 在望柱上啊 蹲着造型各异的石狮 在紫禁城 龙纹啊 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能够塑造在龙上面的动物图案啊 那是极少见的 如果您观察的够细致 那有可能您会发现 慈宁宫 康寿宫 屋檐下呀 有金凤在上 金龙在下的和喜或玄子彩画 这些彩画呀 都是有寓意的 因为这些居所呢 都曾经住过清代的皇太后 皇帝呀 为了体现自己的孝道 所以才命工匠 把金龙画在了金凤的下边 紫禁城内 一座石桥上的狮子 怎么就竟敢爬到了龙的头上呢 这些建造断红桥的石将们 会不会因此而掉了脑袋呢 关于这件事情啊 您大可放心 因为在园初的时候 猛园还没脱离草原上 带来的率真和稚气 华夏的礼法和教化呀 也并没影响到他们身上 所以呢 才会出现着石狮子脚下 游龙穿花的和谐画面 我身后这座赞红桥啊 是紫禁城最老的一座桥 它始建于元代 也有人说不是啊 也有人说明代建紫禁城的时候呢 然后就选择了一些 这个元代所剩下的石料 两种说法呢 不可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石栏板上的龙啊 确实和这个明清两代的龙不一样 在我少年时代呢 有很多专家有个论点 他们认为这个紫禁城的中轴线啊 也就是北京的中轴线 一百五十米处 所以说不管是怎么研究 元大都和这个元上都 它中轴线也不可能重合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今天咱们讲了讲 段红桥的格局和历史 明天啊 我们要讲一个 关于段红桥 既离奇又诡异的故事 这段故事啊 和石猴偷看妃子洗澡 太子离奇死亡有关 您要是不怕甚的话 您就给我留言 让我接着讲下去 只要您乐意听啊 哎 它我还就乐意说 得嘞 希望您能点赞关注并评论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的唯一动力 咱们明儿见